由布莱德·比特领衔主演的电影《末日之战》 日前在台湾正式上映 而剧组也企图将市场版图推向中国 但是影片送审却无法通过审查 外界推估有可能是因为布莱德·比特 在14年前曾经拍摄与西藏有关的电影《火线大逃亡》 所以至今仍然被禁止入境 由布莱德·比特领衔主演还亲自担任剧片 赤资2亿美元打造的大型灾难片《末日之战》 日前在台湾正式上映 不过剧组企图进军中国市场却是可难重重 根据研究小说内容引发世界灾难的病毒 原先设定一点就在中国 而剧组为了通过中国选查将该桥段全部删除重拍 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过选 外界推估可能是因为布莱德·比特 曾拍过这部敏感电影 当年35岁的《未来的比特》饰演逃亡西藏的登山客 却意外和少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全为朋友 《火线大逃亡》这部电影也描述到 中共武力占领西藏导致达赖喇嘛被迫逃亡印度 中共政权认为这部片子有丑化中共政府的意图 将导演雅克·阿诺及主演演员布莱德·比特都封杀 被中共当局禁止入境的还有他好莱坞巨星李查吉尔 主演电影《红色角落》时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权恶旷 还曾多次为西藏议题发声 他被中共当局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物 并且永久禁止入境 新唐亚太电视 台湾台北全力报导